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香港11月24日星期天 举行极具特殊意义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 在经历了长达五个多月的大规模抗争 及近期激烈的警民冲突后 由于各方努力港区暂归平静 共1090名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 角逐香港18个区的共452个区议会议席 在投票站尚未关闭前的统计已经显示 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已创下记录 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区议会选举 香港区议会选举官方网站的统计显示 2019年区议会选举24日上午7时30分开始投票 截至香港时间晚上9时30分 累计投票率为69.04% 远高于2015年同时段的43.62% 升幅接近六成 累计投票人数为285万3608人 较上届同时段超过一倍 上届同时段为136万1449人 累计投票率及人数已超过上届 上届总投票人数为146万7229人 总投票率为47.01% 因上届投票率已是历年新高 故这届投票率已打破历年记录 这次选举因香港连月来的民主抗争而备受瞩目 是反送中运动五个多月来 民众首次能够通过现行制度表达政治立场和诉求的一次机会 一些泛民主派的候选人表示 他们对这次选举抱有一定希望 但建制派的候选人则希望把自己打造成维稳的力量 中国的官方媒体几天来不断敦促 警告香港市民要以票指乱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天在推特上问香港选民说 你是要一个和平繁荣的香港还是野蛮的香港 北京日报的一篇评论说 我们期待更多香港市民看清真相 坚持以票选和更多行动守护家园 此外 中国的新华社在前一天 似乎已经开始质疑这次选举 新华社在一篇社论中说 香港的乱局没有停止迹象 而乱局未止何来选举公平 中国叛逃间谍王立强在澳洲现身后 引来了外界不少质疑 中国方面更指他是外逃的诈骗犯 为的是深谨澳洲的难民庇护 才编出了特工的一套谎言 24日晚 王立强在澳洲第九频道播出的60分钟节目里 首度在电视上面对观众 自成个人特工的经历 记者马肯锡在节目中说 今年10月底有些人找上门 只有中国间谍向他爆料 他说作为一名调查报道记者 很少听到如此重大的讯息 随后马肯锡在雪梨的机场饭店里 见到并采访王立强 王立强在访问中重申 他曾计划渗透香港的大学校园 且参与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 他提到曾在台湾成立网军 目的是替高雄市长韩国瑜助选 另外对澳洲政府指当地华裔商人 黄项默是中国代理人一事 王立强说确有歧视 他又说当初是香港上市公司 中国创新和中国趋势董事会主席 向新吸纳他为间谍的 当马肯锡问及澳洲人为何要相信他时 王立强回应 我发出这个声明 如果不是真实的 澳洲政府是不会保护我的 这对我没有好处 节目中澳洲情报专家葛瑞格里认为 王立强明确指出相关人民和事实顺序的细节 应是可靠情报 节目里受访问的也包括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斯坚 问及会不会因为中国利用间谍 试图操纵台湾选举而感到惊讶时 他说如果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式 就应该不会惊讶 徐斯坚指国际社会应关注台湾 他说台湾正处于前线上 这不只是共产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事 这是世界上两大政治阵营的事 有关王立强叛逃的新闻 是由第九频道雪梨城区报和世纪报三家媒体 联手进行的调查新闻报道 在澳洲五大主要城市的电视新闻观众中 第九频道排名第一 悉尼城区报和世纪报分别是悉尼和墨尔本的大报 习近平强硬的治港政策 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和平和稳定 反而给整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隐忧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文章分析 北京无法凭武力惩治久安 而习近平对待香港的手段 激怒周边地区 令香港人忧心昨日西藏今日香港 台湾民众则担心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据中央社报道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以香港起义为封面报道说 经过五个多月反政府抗争 香港冲突越来越严重 最近理工大学围城事件 许多示威者至今仍拒绝离开校园 其他地区示威持续 文章说尽管一些港人抗争行动趋于激进 但大众对示威者的支持不显 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惨案 却无法平息众怒 人民现在要求的是民主 香港人可以选择去议会 但依旧无法选出香港行政长官 立法机关又被把持 因此示威将会持续 文章认为追根究底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压手段 以及大众对此的痛恨就是动荡的根源 习近平说他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但他毫不妥协的态度只会激起愤怒 不仅在香港 而且在中国所有周边地区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 这句在香港流行的口号 对台湾选民已经产生了巨大功名 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以来 台湾人看见他削夺香港自由 目前希望统一的台湾人已经是极少数 报道指出 中共恐怕会颁布更严格的反扇动法 并要求学生接受爱国教育 像是学习党纲 中共也在了解反抗者的姓名 以便求后算账 但报道也称 并非所有中共精英部队都认同习近平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有人泄露新疆内部文件 中国人爱到日本旅游 但中国游客却不时传出争议事件 与日本人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根据彭博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在北京出席彭博社新经济论坛 将中国人在日本不受欢迎的原因归咎于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成见 他认为这主要是日方的责任 但同意中国也需要做一些努力 一场新闻报道 习近平回忆前日本外相川口顺子提问时表示 中国人对日本人持笑面的看法 显示中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也显示中国没有散播丑日主义 反而鼓励人民到日本旅游 习近平表示 中国游客在日本时常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成见 虽然中方需要做一些努力 但最主要的责任在日本 另外习近平23日在北京会见 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表示 中国没有准备去取代谁 中国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霸权梦 习总此言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中国游客尤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大妈文化 已经重创中华文明古国的形象和国际文明基本准则 作为一国领袖 将责任韦国与他国实在是缺乏自治之名 而中国梦则不是霸权梦 更让外姐觉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反送中抗争以来 香港警察滥权的行径令抗争者死张无数 鉴于港府对警队的包庇纵容 近日超过50万港人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控告 指控香港警务处犯下三大重罪 侵略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 目前联署已达到50万标准 数字仍在攀升中 目前香港市民在全球最大请愿平台Change.org 联署请愿 向荷兰海牙常社仲裁法院秘书长 西布里斯提出请求 要求调查反送中抗争以来 港警对港人的行径 联署书中详细列出近几个月 港警对市民犯下的行径 联署书还没提到 11月12日 港警将多所大学变成战场 不但围困学生 逮捕医务人员更使用各种武器 这种极端行为是意图伤害 以公然违反联合国中执法人员 使用武力和枪械基本准则 国际政治金融专家汪浩表示 该份联署已超过了50万 长设仲裁法院就应该受理这项请愿 目前联署数量已经达到53万多人 数量仍在不断攀升当中 海牙长设仲裁法院已有100多年历史 中国是参与国之一 2011年6月 香港曾通过香港仲裁条例 让法律能够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 目的是有意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仲裁中心 因此若海牙法院对港警执法行为做出仲裁 特区政府理应接受裁决 苹果日报文章指出 既然港府怕惹警察不满 而拒绝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港人大可众筹将港警执法行为 颁到独立的海牙法院 由国际法庭对他们做出仲裁 将整个事件国际化 香港关键时刻的区议会选举 之所以牵动各方 其实所引发的问题 不仅仅是具有地方咨询意义的 议员代表的民意 更关键的是 也可能影响到特首的选举 众所周知 香港的特首选举是由一个北京可以控制的1200人特首选举委员会选出 但这个委员会也非铁板一块 这次区议会选举如果民主派在席位上奏捷 将可改写选举委员会的政治光谱 继而削弱北京对特首选举的操控 根据基本法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组成办法 1200个委员中由117个经由民选区议员相互选出而产生 这117个选委当中由57个由港九九区各议员互相产生 另外60个则由新界各区透过同样方法产生 战中发起人戴耀廷告诉苹果日报 如果非建制候选人全部得胜 足可选取该117个选取一席 再加上民主派在选委中原有300多席 非建制在选委会内最多可握手近500票 足以可以左右特首大局 但区议会选举由于个别地区的情况特殊 例如有区议会中包括了 相识派无需选举的当然议员 因此民主派如果要增加民选议席 料成功达标就要获得252席 占民选议席总数56% 由于每个区议会议席数目不同 要令非建制派成为多数党 更要多区同时发力才能成事 11月23日报道 继致力玻利维亚之后 南美洲又一个国家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 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21日 哥伦比亚数十万人走上街头 发起示威抗议活动 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多家外媒报道称 这是该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据英国卫报报道 游行开始于首都波哥大 当天警方持生机在该城市上空盘旋 与此同时 警方向封锁了巴士路线的抗议者 尽管下着倾盆大雨 成千上万的人仍聚集在该市历史悠久的玻利瓦尔广场 民众的不满始于几周前政府削减养老金的提议 卫报称 尽管有关政策未经正式宣布 但它已成为人们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导火索 此外 报道称抗议者还对政府在推进2016年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上进展缓慢 表示不满 还有示威者将矛头指向现任总统亿万杜克 卫报称 有人说杜克在保护哥伦比亚社会领袖以及原住民方面做得很少 2018年8月7日 杜克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宣誓就职 正式开始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 多家外媒报道称自上任以来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26%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